因為這一架專機來 這是停在我們的松山機場 說美國這個有七架次的美國軍機 現身在台灣的南方海域 那我先請教一下這個范老師 所以這是要保護嗎 對 某種程度就是要讓他在周邊的 這個飛行區域能維持安全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南海也是兵胸戰危 中國的運巴常常這邊飛來飛去 維持整個空域的近空 然後讓這架我們知道專機 能夠順利的降落到台灣的這個機場 那我必須要講 那就表示這個人很重要 我覺得這架美國做的非常技巧 其實這架飛機裡面的最高的領導人 絕對不會是這位史達曼少將 會有比他更高位一些的人 因為如果他是個少將的話 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從 例如說從夏威夷坐飛機 坐民用航機 因為我們知道印太司令部在夏威夷 對 坐民用的航機穿著便服 然後這樣進到桃園機場 一方面別人不會知道他是誰 另外他可以保命 這是一般的 但是這台飛機 因為我們知道他搭乘的是彎流五行的 這個專機 那我們要講 我們知道美國的這個所謂的 美國行政專機 大概有四個層級 第一個就是我們大家平常都知道就是美國 他是隸屬在白宮的軍事辦公室所主管的 所以要派這個專機 不是說我身體就可以申請了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一個少將要搭乘這個專機 那肯定要白宮同意 那把這個飛機上絕對不是只有這位少將 我覺得這件事情不能只單看臺灣 這一次媒體也有在報導說 他這其實是三架飛機 只抵達到這個區域 包括C37到臺北 C40到新加坡 C32到菲律賓 對 菲律賓上面甚至有傳出說 是歐布萊恩 那所以我們當然因為基於互信 我們並沒有公佈 是不是史達曼 甚至像剛才老師說的 甚至有其他人 但是這一定層級不會低 他這次的去 他不只是說像達到了安定友邦 臺灣人民的心這樣而已 而是說這整個脈絡下來 在整個政府交際的過程當中 美國的軍方 以及現在的川普政府 乃至於未來可能的拜登政府 想要告訴中國跟全世界一件事情 窮兵獨舞中的中國 如果要在日本的這個東海 還是要在臺海 還是要在南海 如果要知識 不管你是要增加新的防空識別區 還是要不斷地繼續什麼 在空域 海域 不斷地在釣魚台附近也鬧事 然後在我們的西南的 賞共識別區也鬧事 到南海 承天還繼續鬧事 那美國政府是不管政府交界與否 他都會持續做 這是不是傳出說 飛機上還有一位了解日本跟印度的 日本官員嗎 所以我非常 我判斷了 假設這東西為真的話 要幾成意義 先就臺灣來講 對 第一個就是他把臺灣跟日本 放在他五眼聯盟之外的 可能的五加二的層次 五眼聯盟現在是美國 英國 澳洲 加拿大 紐西蘭 然後現在要加日本跟臺灣 這個我不敢說他要加日本跟臺灣 他並沒有這樣宣布 但是他如果用這樣一個軍事的方式 來去做這樣的聯繫 有可能會是一個隱形的五加二 他也是五眼聯盟 但他讓這個資訊跟日本和臺灣分享 也讓臺灣跟日本跟五眼聯盟分享 第一個是這次來的這一個 如果他真的來 其實兩顆心是相當於我們的中將 他的對口是我們軍情局的局長 也是中將 那麼以這樣子的身份的軍官 來到臺灣 只有幾種可能 第一個 他一定是帶來 或者是要跟我們聯繫 那種情報的價值 或者是這種機密性 一定是高到極高 因為現在什麼事情都可以透過視訊 對 連這個經濟的 這個國務次卿跟我們這邊 都可以用視訊 有電話 有視訊 有E-mail 是 對不對 要派專機來 要專機代表說 這個必須要面談 或者是面交 這個在情報的領域裡面 這個機密的程度是極高的 就好像二次大戰的時候 丘吉爾跟這個羅斯福 跟拉 那個 以那個時候的科技 隔著一條大西洋 拉了一條電話線 不是用無線電 這個德國絕對沒辦法竊聽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 還是丘吉爾要跟羅斯福當面講 所以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當面他特別飛過來 一定不是帶來 就是要聽取 或者是要得到最機密的情報 這個機密度是極高的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正知道了